我就是一個目逆人 我就是我自己說的這些症狀裡面的一個 我的衣櫃裡什麼風格都有 傳統的經典的嘻哈的運動風的 我什麼都有 我什麼X 我不是X 我風格超混搭的 你從小就備受期待嗎 有很多補不完的席嗎 父母心中永遠有你未來的樣子 而是不是這樣的期待或高要求 默默的又在日後成為你的壓力呢 或者即使有好事發生你也不太敢樂觀 因為你總覺得太過樂觀之後伴隨的就是不幸 如果你有上述的症狀 那你很可能是一個木星逆行人 相信有不少同學應該已經上網查過自己的心盤了 如果你的木星的旁邊出現了這個R的符號Retograde 那就代表你出生的時候是在木星逆行時出生的 那麼你就有木逆人的特徵 木星在占星學裡面 它代表勇氣幸運擴張 所以所到之處那個地方充滿了機會 充滿了貴人 這是木星在每個工位的正常表現 那麼木星逆行又會如何呢 有很多人會說是不是木星逆行 運氣就會打折扣呢 木星逆行只是讓你運氣的表現模式跟別人不一樣而已 所以木星逆行人有三種特質 你不相信運氣 你認為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 從小考試 同學可能怎麼蒙怎麼猜都有對幾題的機會 而你就偏偏是猜不中的那一個 或者刻意去買了彩券也從來沒中過 所以久而久之 木星逆行的人就會放棄這一種嘗試 壞處是運氣沒那麼好 但好處是你比別人更認真 你比別人更拼命 有時候反而會闖出一片癫 很多木星逆行的人表面很樂觀 但骨子裡其實蠻悲觀的 木星呢一定會讓我們對每一件事情看得很簡單 看得很輕鬆 但是木星逆行的人你的生命當中 只要你看得很簡單 看得很輕鬆的事 生命就會給你一劑悶棍 這個悶棍馬上就敲醒你了 讓你痛得很有感覺 比如說當你對人不設防 它馬上讓你遇到朋友的背叛 或者是小人的攻擊 你馬上知道對人是不能太天真的 所以不要怨嘆生命給你很強大的壓力 相反的 它會提早讓你知道社會的冷暖 我相信啦 這也是鞭策你不能鬆懈的原因 因為你只相信實力 只有實力能保護你 運氣可不一定 那也因為有深深的不安全感的原因 有非常多木星逆行的人 對占星啦 真理啦 人類圖啦 那種生命的探索都非常的感興趣 也會投入其中 通常也會有很好的收穫 因為木星逆行的人 蠻喜歡分享的唷 所以如果他得到了一個好東西 他會迫不及待的分享給大家 我就聽說過有一位 木星逆行的朋友 他看了一本書覺得很棒 接下來他就不斷的買第二本第三本 因為他不斷的想到 這個人也可以送 那個人也可以送 或者是有一些 木星逆行的人 不太確定自己喜歡的是什麼 所以他就會買很多來試試看 只有摸到看到 他才能確定他喜歡什麼 這中間已經花了非常多的冤枉錢 很多人擔心 聽起來星盤是木星逆行的人 是不是一生限制很多呢 我只能這麼說 有你自己對自己的限制 也有運氣上的一些限制 的確沒錯 但是只要他發揮得好 木星逆行的人 是屬於大器晚成的類型 就因為你有很多的官要突破 就因為你沒有濫用你的幸運 所以通常你也會是 好好地運用這些幸運 去造福更多的人 或者是給出更多的能量 達到真正幫助他人的目的 聽完了我們講 木星逆行人的一些特徵 大家一定很好奇 木星逆行是一個什麼樣的現象呢 木星每一年都會逆行 周期大概四個月 通常木星順行的時候 它會讓事件引發 而逆行的時候呢 就是前面那個階段的事件 它所產生的一個後續效應 以至於你有機會去反省它 你有機會去發現 哎呦這件事情 看起來好像很幸運 但其實不是 產生了這些後續效應之後 等到它再一次順行 你就會抱著更清晰的目標 或者是更笃定的心態 去往下一個階段走 所以你就會發現 木星順行的時候 都是我們很有自信的階段 而木星逆行的時候 就是我們不斷在思考 或者是遇到障礙的時候 所以木星逆行的時候 出生的小孩 你就先天帶有 比較多的省思 比較多的反省 比較多的擔憂 但是那也會讓你比較謹慎 不會誤用 木星的逆行 有時候會帶來一些障礙 但是同時 這也是你們成長的養料 不管是順行還是逆行 掌握好自己的特質 我相信你們的人生 就能夠越走越順 請加油喔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啟洋 從這個月開始 我就會在Vogue頻道 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嘗試 或摘新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